當然是胡適他提到的一些相關的經典 我光看了我都覺得哇實在是 那個距離我們沒有很遙遠 但是他其實羅列的東西讓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覺得這些如果全部都把它看完的話 我看你用一輩子恐怕也蠻 而且現在的人基本上很少在看一些古典的東西 其實古典的東西我覺得閱讀起來也沒什麼問題 其實我念大學的時候其實也蠻喜歡去讀這些相關的經典 像我以前都還蠻喜歡看張回小說的 當然第一部我覺得最值得推薦的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叫做東周列國演義 東周列國志 那一部書的話光我上課的時候還意猶未盡 因為你看了一回張回小說是這樣 他每次到一回的結束他一定到最精彩的時候 所以精彩的時候他一定說 遇之後世 靜待下回分解 你看一定要下回 下回就好像看連續去追劇一樣 一定還會再繼續想看下去的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花蠻多時間 就在看一些相關的張回小說 真的是蠻不錯的 我覺得比追劇還要更有趣 但是現代人可能慢慢因為影音的關係 所以現在說你叫他看一些這些相關的文字 恐怕不太容易了 我想你們應該不知道你們有喜歡這些東西 應該沒有人會想願意花時間在 但是你會發現另外一個世界 我覺得也不會有什麼太差別 反正你得到的其實也都是不同的感官的享受 但是因為你如果看影片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缺點 就是讓你慢慢太過專注在演 就是說視覺上面的 反而你會忽略到你的想像的空間 當然你看文字的話 其實我發現想像的空間其實是相當的大 每個人得到的感受也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其他的話 我有把這個相關的資料放在 這個什麼 這個我的雲端上面 再放在那個範例檔案裡面 這邊有個古籍 那其中的話 我有放一些其他各位 如果想看的話 這邊還有什麼 國學入門的書 書要目的集齊讀法 這個的話也是 這兩幾抄寫的 他應該算是史學家 有沒有 這邊還有提到說 那個論語孟子要該怎麼看 我覺得他寫的真的還滿不錯的 OK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可以把它稍微閱讀一下 應該對於一些閱讀經典上面 應該會有不同的看法 OK 提供給各位 可以自己再稍微閱讀一下 那其中的話 他有提到一些經典 像明義代訪錄這邊也有 像那個新書新序 這漢代人寫的 甚至還有月絕書 還有像這個什麼 吳月春秋 吳月春秋裡面也有提到 像吳月春秋裡面提到 就是第一卷的話 是吳泰伯傳 那你會發現 像我記得好像那個 剛剛提過那個日本的渦人 他們來中國進貢的時候 就自稱他們是吳泰伯后裔 吳泰伯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在日本很多地方 其實說保留 保留吳這一個名稱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去日本 你Google查核伏電 你會查不到 這個有核伏電 反而如果你查無伏電的話 你會發現到處都有無伏電 如果你查核伏 查不到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你查無伏就查得到 為什麼是無伏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 廣島有一個室叫吳室 吳室的話 他的名稱也被保留下來 以前好像那個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照軍艦的地方 吳室就一個港口 其實我滿想去那地方的 有一次想去大概半個折返了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好像吳室這個地方 他有來台灣推廣旅遊 然後他有再找說姓吳的 可以成為他們大使 於是我就申請了 他最後寄給我一個大使的證件 這還滿妙的 變我是推廣的大使 所以 那當然你說日本人跟吳 有什麼關係 其實後來我抽絲剝檢 我就查了一些相關的書籍 真的有記載 就像那個第一次 比較大的遷徙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吳月春秋 春秋末期 那個不是勾建復國之後 又把吳國給打敗了 那吳國很多人就逃離他們家鄉 那會逃到哪邊去呢 其實很多人輾轉 應該就是順著那個什麼 可能坐船 就逃到那個日本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這個數量到底多或寡 其實很難說 因為沒有太多的經典紀錄 甚至我還看過有一部書裡面甚至講說 到底天皇姓什麼 OK 天皇到底 因為天皇好像沒有姓 不過最後他居然說 那本書裡面居然寫說 原來那個天皇他本姓吳 OK 我想說 這字到底你有沒有根據 你敢這樣講 不過我覺得他應該是有本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自己可以再稍微去了解這相關東西 是有前因後果的 那只是說 如果你要找到答案的話 還是需要一些經典的查詢 OK 所以以前當然沒什麼方便 可以有些電子的東西 可以直接打開直接閱讀 那現在我覺得就方便許多 只是說可能如果有一個查詢的功能 那會更好 可以自動幫你把 比如說吳泰國這個關鍵字 你找找看 也沒有 在很多地方有沒有出現過之類的 那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從這裡面找也可以 因為我們要做 這個 查詢系統 比如說你 假設你對哪一部經典比較有興趣的話 我這邊提供給各位 就是一些比較常見的 像十三金這邊也有 除了論語 然後孟子 其實像左鑽 還有像公糧古糧 這個禮 俄雅等等 這些其實都有 你們也可以拿這個來試做看看 另外還有宋明禮學相關的 像明如學案 大概一百萬字 哇 那這個其他的話 像張宅 周敦儀 這個其實也可以拿來用 還有像春秋帆路 我說這論文就做春秋帆路的 OK 這個所以我把它搜羅 那你當然現在看那個春秋帆路 裡面會覺得說 哇 那當時人怎麼這麼迷信 沒辦法 當時人真的是 他沒有電腦嘛 所以很多東西 他沒有辦法取得資訊 那只能選擇相信的 OK 那大概是這些東西 那我們再回到上個禮拜最後提到的 就是說 關於他的地址的數量統計 那我上個禮拜 我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Counterif 有沒有 然後把那個前面的範圍 給他關鍵字 那關鍵字記得一定要是這樣子 一定要這樣下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好像錯都錯在這裡 錯在這個範圍沒問題 就前面有資料的地方去找 然後找完之後要算幾個 當然你不能直接指向指貢 因為找指貢 他一定沒有 為什麼 因為儲存殼裡面除了指貢之外 還有別的字 所以如果你想要他前面的字 不管是什麼 後面不管是什麼的話 記得前面不管是什麼 你就先雙引號兩個 然後加一個end 然後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記得就放什麼 等號 等於星號 意思是什麼 不管指貢前面是什麼字 那你只要有前面 就是有指貢這兩個字幫我抓出來 但是尾巴的話 變成說指貢一定要在尾巴 才會找到 可是不管尾巴是什麼 一樣end 所以一定都是end 雙引號 反正前面是end 雙引號end 然後後面是end 雙引號 然後裡面的話 再加一個星號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指貢的數量 全部都找到了 所以這個還蠻重要 所以請各位找一部經典 反正第一個把它做成表格 第二個的話 找出這個經典裡面的關鍵字 當然這個關鍵字 你們可以自己再去查一下 維基百科 看它這部經典裡面 最重要的精神有哪一些 或者最重要的人事物是哪一些 你把它做個列表 然後利用conif去把它找出來 找到之後列個表 列表的話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就是 當然我們原來不是按照那個 數量排序 可能我原來排序是 資料裡面有個排序 本來是按照什麼 按照筆畫排序 那你會發現它就高高低低 可能從只有 一直到什麼呢 沿淵 OK 但是如果你將來想到說 我想要從那個高的排到低的 那你可以把油標放在數量 然後選擇Z到A Z到A的話就是 數量這個欄位 幫我從高的排到低的 那這樣的話你可以看到 最高的就是指貢 然後再指路 一直往下 OK 那就上個禮拜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就是 countif的這個 函數的應用 它的好處就是 完全不用寫任何一行程式 然後並且在這個地方 我們選擇什麼 本來沒有對不對 如果你要插入一個圖表的話 那一樣把油標先放在這個表格裡面 再利用插入 這邊就有個什麼 直條圖 你就選擇直條圖 它就顯示出來了 有沒有 那你再把它調整適當大小之後 然後上面改一個 它的那個標題名稱 類似像這樣 就可以把最後的結果給做出來 其實應該也沒太複雜 可是喔 如果你有把圖表做出來 哇 感覺其實就不一樣了 數量馬上一目了然 所以真的 你看數字 你可能還在轉個彎 但是你看那個圖 真的非常直覺 而且我覺得 有的時候真的直接看看圖 馬上就有答案了 OK 所以喔 這個也許是期末報告的重點 所以第一個喔 就是期末請各位自己找一部經典 當然我是有列一些範例給各位啦 那如果你覺得那些不OK的話 沒關係 你自己再去找你比較有興趣的 哪怕是現代的文學的東西也可以 但是有些現代文學的東西喔 它的佈頭 可能數量 字數比較大 可能有100萬字 那沒關係 你也可以縮小 比如說老師我只要做 前幾回就好了 可以縮小範圍沒關係 那另外這個表格記得喔 前面最好能夠給我它的 比如說它有篇跟章的話 也可以記錄一下 它哪一段這個訊息 最好是把它加一下 如果不加的話 將來找到你也不知道在哪裡 這個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統計 比如說你找個 我們前面好像統計 本來是用五常 有沒有 然後再改成地址歸 然後呢 但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兩個統計的結果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數量其實不是太精確啦 比如說像子貢 子貢是不是只有35個地方呢 其實它 如果你用康義福的話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它只要儲存格裡面出現 只貢一次兩次三次它都算一次 所以最後得到35次喔 有可能一種情況 也就是它可能那個儲存格裡面 有出現兩次 但是它還是算一次 那這樣子等於是少算 那我們怎麼知道 它到底數量對還是不對喔 可能喔 如果比較精確的應該是這樣 我先把這個先再複製一個 地址關鍵字的統計嘛 然後第二個 這個就不要用康義福來做 再把它delete掉 那可以用什麼方式做呢 當然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喔 你可以切到前面 我們不是要寫一個 我的按鈕好像沒把它增加出來 就上個禮拜寫的那個程式 我把開發人員先叫出來 上個禮拜我們有寫了一個 就是查詢數量的一個功能 至少會放大一下 工具選項撰寫風格 就這個啦 OK 數量 我把這個把它變成一個按鈕好了 數量 然後呢 輸入之後的話呢 它這邊呢 就會出現那個數量 這兩個字 然後呢 並且 可以把它 輸入關鍵字 比如說我今天要找誰 找子貢好了 子貢是不是35個 那當然比較精確的應該是 讓它去每一個 先算數量 再幫我加種在一起 所以我按一下它 幫我找一下 從頭到尾指貢出現幾次 沒有耶 為什麼 看一下 我知道原因了 應該是說 這個範圍應該沒錯 關鍵是指貢進來 原因就是應該出在這裡 這邊的話呢 可能程式要特別小心 因為 我在 me的這個 函數裡面 最後一個參數呢 預設就是給它1 那給它1的話呢 主要是針對那個 上一次的 那個人、意、理、自、性那些 有沒有 它一定是一個字 可是我現在輸入 子貢是兩個字啊 所以如果兩個字的話呢 那變成子貢輸入之後 它會變成說呢 它會找 裡面的話 變成它一個字一個字 切出來比對 那一定不對嘛 所以應該是切兩個字才對 所以輸入2才會是對的 所以如果輸入2的話呢 那我們再 再跑一次看看 子貢應該就會對了 兩個字兩個字 幫我比一下 看一下 欸 44啊 所以顯然 這個子貢剛剛是35 所以顯然有9個是被忽略了 至於在哪邊有出現 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沒有 子貢 這邊有個子貢曰 子貢問於子貢曰 OK 然後子貢回答了 OK 有沒有 夫子 溫良公子 這溫良公子 並不是那個 這個孔子說的 而是 子貢去敘述 孔子的一個形象 OK 所以這邊有兩個 這邊有兩個 有沒有 所以理論上比較精確的應該是 這個數字 可能你要怎麼樣 假設啦 當然 你可能想說把它貼上 貼到這邊來 但問題喔 可能要貼上 1、2、3這邊 4、4個 不過你要想說 老師 那如果是不是 我如果再輸入下一個 那不就是子路 子路的話 變成也要先複製 然後再到這邊去查 子路有幾個 欸 子路突然變多了 有沒有 本來好像比它少 32格的樣子 我記得 欸 突然變47格 欸 那為什麼呢 看一下 很多 這個 初生格裡面 它出現了不只 這樣都一次一次 有沒有 這兩次 有沒有 子路 OK 所以其實 等於是子路是 蠻多地方被 被那個 等於是低估了 所以這個數量 但是你想說 欸 當然有個地方 可能要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數量 那如果假設 我要輸入人的話 那不對啊 那它一定 一定是又錯誤了 比如說我這邊 假設又輸入人 人的話呢 它是一個字 那如果要查 0個字 為什麼 因為你要改 所以變成說 如果假如 這個 這個字的部分的話 我是建議 你就不能夠 給它固定的 那可是 我怎麼知道說 到底它輸入的是 一個字 還是 還是兩個字呢 所以 其實有個方法 怎麼知道說 它輸入的字數 有幾個 很簡單嘛 它輸入的字 會放在X裡面 那如果 我要算它 有幾個字的話 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地方 改成LEN LEN 就是算字數的 刮弧 把X帶進來 這樣算完 不就是 它有幾個字了嗎 有沒有 所以它如果輸入的是 只共 那兩個字 所以這個我把它改一下 乘式 乘式的話 雲端上好像我這邊 沒有改到 所以 我待會把它修正一下 如果 上個禮拜的這部分 假如 如果你要更方便的 做查詢的話 那其實理論上 應該是 應該是在這個程式的 這一段 最後這一段 這個 有了 我有改 所以這裡其實 那我上個禮拜 沒存到檔 有沒有 記得喔 用LEN喔 不然的話 你永遠查 字數的 不對 那你變成你要重查了 但是會有另外衍生的一個問題 你說老師那不對啊 我是不是說我每次都還在這邊再 輸入一個地址 然後再把它的數量填上去 感覺好像也沒有太不方便啦 但是問題就是說你變成你 假設這邊有幾個學生 15個學生 那你變成你要查15次耶 這樣顯然好像有點不太方便 那可不可以一次性的 就全部幫我查完 不用說一次要再點一下 然後再查 所以如果一次性的全部要再查的話 其實甚至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想個辦法 什麼辦法 因為我這邊是輸入關鍵字之後查 得到結果 那是不是我可以拿這個程式怎麼樣 乾脆改成 讓它先抓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幫我去關鍵字裡面查完 並且把查完的結果放在這邊 然後換下一個 這個關鍵字 查完結果放在這邊 那這樣的話我就不用說一次一次的慢慢去 查到它真實的數量了嘛 那可是要怎麼做 才可以完成我剛剛講的這個需求 想想想看好了 如果剛剛是一個一個慢慢查 那有點浪費時間耶 可不可以乾脆喔 我的需求是這樣 可以幫我把這個範圍的字喔 可以填到哪裡 就填到X就可以了 所以先抓這個資料 先填到X 然後X呢 幫我把它查完之後的結果 幫我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它的B欄 所以這邊結果應該不能放D欄 這個要放在D 應該這個可能要改成B吧 所以這邊顯然應該是 還要再加一個回圈耶 不過這邊已經有兩個回圈了 再加第三個回圈 真的是有點複雜 好啦 不然怎麼做 請各位想想看 如果可以 那就省麻煩了 如果不可以 那還是只能土把煉鋼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好